我有点说他骗我 不是不是不是 他人点是觉得我是gay 他在吵枷 对他在吵枷 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是捘墓的人 我只希望你活着活着 真的 欢迎来到魏赏的人生饭馆 今天人生饭馆来一遍是 外国零食嘴团队的创办人 两位 嗨我是Sherry 嗨大家好我是vat Ub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形容 我怎么认识她们 在网友上灯茶稀茶的过程 发现说有一个很奇怪的团队 专门在卖外国零食 我感到很好奇的背景是想说 这个有搞头吗 然后再想说 他们两个原本是情侣 然后一起创业 然后现在就结婚了 因为就我所知 很多情侣一起创业 后续都发展都不是很好 然后他们就今天就邀请我来 他们的办公室 然后一起来聊聊 这后面是非常有气的 这个萍萍 那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下 你们的公司 一开始大家不要认识我们的产品 其实像是后面的零食箱 那我们就是走订阅址 每个月你会收到一箱 来自世界各国的零食 那组合是你们自己组合 对 正假的 那里面如果有不好吃的怎么办 那就当作是体验 那一个国家的文化 所以是一种惊喜包的概念 对 现在的话我们变成是 每一季会推出一个特色主题性的零食箱 所以像今年的话 我们就会有新作的零食箱 然后后来会有招桃花桃花香 然后还有圣诞节的零食箱 还有农历新年的零食箱 新作的零食箱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会出每个新作都有一箱 例如说处女座一箱 然后摩羯座一箱 然后我们会放这个新作的幸运零食 那你说的桃花幸运箱 那那个是什么概念 这还在发想的阶段 就是说大家去拜月老庙的时候 都会带一箱零食饼干汤口去拜 我可以问一下台湾人是真的很常去拜月老吗 还蛮长 有 电头 没有 有 有 很高比例 高比例 蛮有 好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初是为什么选这个题材 因为我的疑问是想说 其实外国临时做到其实Seven啊什么其实也是有 有在买 想说这个形态做得起来吗 但刚进来过程发现你们有很多同事 这么大的团队的话就代表说其实有做起来 因为我是那个 土耳其文系毕业的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 我先做了一个网站叫做图女时代 它是专门介绍土耳其的一个网站 这是去学少女时代的团阅吗 对这是学少女时代 他们那时候还在学校各种奇怪的角落拍了很多那种pose照 因为我们班都女的然后我们就很闲 然后又觉得自己很漂亮 所以就 别激动 你会别激动 不是我不是我的其他朋友 然后后来因为就有一些厂商开始有问说想要跟我们网站合作 然后我们就很天真的觉得说那好像蛮有机会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应该就可以高枕无忧一辈子 所以我们就出来创业 是是是 太天真 太天真 我做这网站做全职做一年半主要在做土耳其的电商 就是卖各式各样土耳其的东西 你那时候有发现土耳其的零食好吃 对我们是用卖 其实我卖过土耳其软糖 卖过土耳其零食还有毛巾等等的 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土耳其的零食还蛮优质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台湾卖的土耳其的零食都是专门外销的 这样的说我懂 因为有时候我在台湾看到韩国零食 在韩国从来没看过这个零食 小鸡面 对小鸡面 这个在韩国很有名想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有市场 对对对 我就跟其中一个土耳其团队的朋友 然后一起出来做外国零食 就我们希望可以把世界各地真的很厉害跟经典的零食把他带到台湾来 那我可以再问一下 所以你是少女世代里面的热门的角色吗 还是不是 我还被揍吗 所以是主要是以你的那个创业的idea去发展出来 然后他就中途加入 对 刚才创业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想放弃 他那时候是在Uber工作 他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 他就一直觉得说这东西好像很有搞头 他就说他要加入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Uber是之前在Uber做什么 之前在做行销 但应该不错 不错 现在有后悔吗 不好说 这个创业是做多久 今年是第六年 那也很久了 但是这样还是有点不好说 不会后悔啦 就是说这过程当中 如果就是相较于假设在上班的话 那个压力的程度比较不一样 这个是可能还没有创业的朋友常常会误会说 想说创业自己当老板是比较轻松 当老板的瞬间 你就全世界所有消费者都是你的老板 没错 没错 不过其实你们这样做起来就代表说其实有一些成绩 所以他当初的那个眼光其实算对的吗 你觉得 我原本加入是觉得说订阅制的这个零食项的概念 可能会发展得很不错 但事实到目前为止认证订阅制这个零食项的idea 后来被我们公司内部砍掉 是喔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跟国情也有点关系 因为我们那时候做订阅制其实参考国外 就是国外有很多像是订阅衣服啊 或是订阅梅妆啊 可能是因为从美国他可能地很大 可能我要去采买东西可能不是很方便 所以这种订阅的方式虽然都是方便 但是以台湾来说的话其实走出去就有7000啊 然后到处都可以买到各国的零食啊 对消费者来说他在订阅的需求上面就没那么高 所以现在比较像是电商 对 然后还有做进口代理 那不过这样的话你们就要知道很多零食 到处去尝零食 那这个是谁在做 我们有个team他有不同的语系背景 然后就用他的专业 然后去开发零食 然后其实我们在几个国家里面也会有一些当地配合的特派员 可能是当地的台湾留学生啊 或是在待当地生活的台湾人 那你们现在做到现在第六年 对你觉得有市场吗 有我觉得是有在成长 然后每年都可以做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挑战 去年开始我们要特别就是帮办公室做他们的 办公室的零食跟饮料的配送 因为现在其实新创团队的普遍都会有个零食柜 不过这个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我们办公室的话就从去年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基本上都活动 其实我们在疫情在办公室这边就是影响有还蛮多的 但就是刚好又有另外一波 有一波的公司变成是把原本办公室的福利 变成是寄成零食箱的方式寄给员工 是哦 哇就像他们听到了 对 不好意思 好那我想要请你们推荐看看 吃过这么多国外零食里面 你们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 好 我先推荐一个土耳其的零食 然后这个品牌它叫做Party Street 因为其实土耳其的巧克力也是很有名 然后它有土耳其的果干 然后像这款它就是红宝水巧克力 对 富盆梅 红宝水口味 富盆梅 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好啊 这个是草莓的 这个是柳橙 我大家都知道我是草莓控好 我试试看 基本上就是黑巧克力的味道为主 但里面会有淡淡的那个草莓香 我蛮喜欢的 它是冻干系列的 就是把果干就是用低温去做 所以冻起来就比较脆 台湾的有一些果干会是比较像是蜜腱形的 就是用腌制的或湿湿的 那再来试这个orange口味的 它的柳橙味好明显 它就比较软一点 那接着试试看这个 它草莓是比较有粉红色的感觉 它不是黑巧克力 它是白巧克力混富盆梅的感觉 对 我刚才吓了 直接不会录到 没有不是白巧克力的 它就是黑巧克力的 然后直接把它那种红一点 ok好ok我来试试看 这个是负荷莓的味道蛮明显的 这个我会想买走 刚刚有看到在哪里 我寄给你们 寄给你们 那接着 Ian 推荐 那我推荐一个咸的 对 那这个是苏格兰的洋芋片 苏格兰大家都知道它是马铃薯很有名的产地 你不知道 它其实有出非常多种口味 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苏格兰 原茂辣椒口味的 这个是刚刚讲的就是原茂椒口味的 是 然后这是它另外一种是那个 甜椒 然后是波浪 波浪造型的 ok 那它应该就不太辣了 对 比较不辣 好那我先吃不辣的 这味道很陌生喔 这是 闻起来有点辣椒味 但吃起来其实还好 蛮有趣的 没吃过的味道 好 那我先试试看这个 原茂辣椒 原茂辣椒听起来感觉很辣 对你来说应该不会 是吗 我来试试看 其实还好不会太辣 感觉他们这一系列其实 调味不会太重 吃得到那个洋芋本身的那种味道 他们蛮强调他们家的马铃薯 好像也是 一家有三代都是在苏格兰种马铃薯 他们有自己的马铃薯甜 所以他就还蛮强调他的 马铃薯就是 的味道 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口味 还有什么 鲜虾鸡尾酒 然后还有 焦糖洋葱 切杂起司洋葱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特别的 没吃过这么有洋芋本身的味道的洋芋片 这个是纽西兰的牛奶钙片 然后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去纽西兰移民过 大家也知道纽西兰牛奶其实是很有名的 他就是牛奶钙片 就是那个味道 就是那个味道对不对 那我们吃吃看 然后我也喜欢吃 你说哪个口味好吃 巧克力的 巧克力好 然后我吃吃看巧克力 大家知道我也是个巧克力控的 吃吃看 就是大家想象得到的味道 就是说 他没那么甜 那还有再来 再来吃草莓 嗯 它草莓味好香哦 我比较喜欢草莓口味 好哦 那再来 香草 香草 香草也不错 但目前还是最喜欢草莓 草莓第一名 香草第二名 巧克力第三名 香蕉 这个很像韩国的那个香蕉 香蕉牛奶味 嗯 都有点假的那个香蕉 我来台湾才真的喝到了现代的香蕉牛奶 喝下去的瞬间 他说 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喝韩国香蕉牛奶 应该我蛮喜欢这个味道 OK 还有吗 好 这个是什么 哦 这很特别 这是西班牙的罐头的糖果 其实是我们现在卖最好的品项 然后它在当地是那种 放在贩卖机里面 这个包装很可爱 对 好 那先从什么吃呢 软汤 好 好 它有眼珠 它做的蛮细致的 我从头 它的头开始吃 哦 我喜欢哦 它的果汁味好香 好 那这次 讲的很像MM巧克力的这个巧克力 吃起来 因为它里面有花生刚好 MM巧克力也是有花生的 它比MM巧克力再脆一点的感觉 但我觉得大致上差不多 然后接下来 坚果 它全部都是花生吗 对 这是蜂蜜盐味花生 在这边 这好好吃哦 我看它上面有撒糖粉 我想它会不会太甜了 就它是咸味比甜味明显一点 因为你们很会挑耶 我觉得你们很厉害 目前吃下来 满意度很高耶 确实是在台湾一般吃不到的味道 虽然在韩国也吃不太到 那我们再回到你们两个的故事 那那时候你做那个少女时代 不是 土女时代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交往了吗 我们毕业之后才在一起 我毕业的 然后她大午的时候在一起 所以你是学姐吗 没有我们同一届 只是她眼闭 好 她双足球眼闭啊 谢谢 所以你们都是正大的吗 对对对 这个土女时代之后 怎么认识她呢 我们一起上了一个 正大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课程 我们上课大概一年 我一年都以为她是gay 她一直到跟我交往 三年之后还是觉得我是gay 哦对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时候她有一阵子在泰国出差 反正她都跟一个学长很好 反正我就是有一个学长 她在泰国读书 然后她说我刚刚去泰国工作 因为我都不认识那个地方嘛 然后我想说那刚好有个学长 我认识她就可以带我认识这个地方 是是是 有一次呢 因为刚好是那个泰国的泼水节 我就是订了清迈的旅馆 然后那时候她就打开问我说 你们是一人一间房 还是两人一间房啊 她说我们是订了一人一间房 她骗我 因为她后来跟学长睡同一张床 没有 因为我们的确是订一人一间房 然后她就吵架了 等开吵架 我们真的是订一人一间房 但是这一位呢 因为泼水节 因为太多人了 所以就把她就并在一起 她就问说那你们可以两个睡一间吗 我想说男生睡一间没什么问题啊 所以我有点是她骗我 不是不是不是 她的点是觉得我是gay 这段我会讲太长 我觉得好像你们两个情况都能理解 所以不要吵架 之后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吵架 所以在那之后 交往之后才开始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时候她决定说 她要不要进来一起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原本就有想要结婚的打算 所以那时候已经有想要结婚的状态下说一起做 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 其实一起创业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会分手 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个为前提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成功一起创业的话 我们就可以结婚 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会分手 那结果现在是发现 喝得来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是交往多久之后一起创业呢 两三年两年 就是泰国事件不久后 因为其实我觉得说 创业过程中其实有冲突很难免 那那时候你们有没有过很大的危机 好像没有到很大的危机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心得比较是那种 当下吵完就忘记的那一种 还好 因为我们两个分工算分得比较开 像我就比较负责的偏采购跟通路 他就比较负责的是行销 想象起来还是会有一些重叠 还好没有确定很大危机 那代表其实两个人蛮合得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很质疑 那你们是兼顾自己的创业的过程中 又生了小孩 那现在八格约的话 哇那你怀孕期间也一直在忙这个事情 对对对 他怀孕的时候他一直很生气 他就说说他工作做到最后一刻 哦对对对 最后一刻然后他就很不爽 我为这个吵架 然后有了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记真的记忆里不得 我不是气工作做到最后一刻 是他在我生的前一天 安排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他在前一天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车上就吵架 结果呢那吵架的时候 我就气到腰闪到 就差点要因为这样先去吹声 所以其实有过 曾经有过很大的 还不讲我的话题 然后就这时候他也不谅解是不是 我觉得好了 有时候会有那个角色上的 想说生个小孩而已 不是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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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的模糊你知道吗 就想说现在是要可以排婚姻 还是不能排婚姻 阿娜你有没有很内疚的时候 他好像没有 你真的没有内疚 我不记得了 应该有啦应该有 我那时候在生的时候 我就很想喝宝矿粒 他就说等一下让我再睡个十分钟之内 然后我也很气 那个时候大概是 半夜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吧 是 他就突然就说他很想喝宝矿粒水的 我说我只要喝宝矿粒水的 喝水不就好了 只要喝宝矿粒水的 诶 你的脾气蛮好的 对不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我还是去买的 我还是有去买 那你们 你们就是现在夫妻两个 虽然刚开始是情侣 那夫妻一起创业的过程 你们觉得 有没有什么好处 那有没有什么坏处 我讲好处 好 坏处我忘记了 因为创业本来就是24小时 可能有20个小时都在工作 是是是 那好处就是 当你是夫妻一起创业的话 你工作的时间可以更长 我在想像 假设我一个人在创业 然后我女朋友是个正常的上班族的话 他可能会嫌弃我说 你六个日都不陪我 或是没有跟我约会 但如果你两个人都在创业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这有可能也是 待会他可能会有个坏处 坏处的部分就是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就是个白目的人 然后有时候会稍微难免 在公司上不想跟他讲话 反正有一次 我同事走到他的位置附近 他在瞪他 因为我以为是他 他都会等错人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所以坏处是 就是及时跟他吵架了 还是要一起去讨论事情 对对对 但我们通常会去的很快啦 那你们有没有一个诀窍 尽量不要让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影响到事业的一个心理 我的方式就是 我一直在在里面大量的骂他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要道歉 我问起他做什么事情 他就不行 就是你道歉 他道歉我就会好 对他就要立刻道歉 但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他也道歉这样 不行你一定要假装你知道 我问他说 那你知道我什么错吗 好可怕 不过其实这个就可能是 夫妻也好 情侣也好 总是就是要找到 你们之间的一种 相处模式 对 很痒 很痒喔好痒喔 那好那你会建议 观众朋友们 如果是他们是情侣 或者夫妻 你会建议他们一起创业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就是有时候不要太走心 就是要真的要讨论出一个 能让彼此情绪可以赶快放下的一个方法 那你赶快道歉 你不要默契直接讲话 而且我觉得其实 其实台湾很多公司啊 其实都是夫妻一起创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反而应该算是常态 是吗 尤其是中小企业啊 比如说夫妻一起开小吃摊啊 或是一起摆夜市啊 或是对 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夫妻的 但是像你们接下来是还要管理团队啊 可能要发展新的事业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压力更大 那压力大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起摩擦的人 那你们自己觉得创业前后啊 你们的个性也好 相反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吗 我觉得在创业里面会需要 就是管理团队嘛 那我觉得在管理团队上面 会更容易认清自己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个性 但这个个性 有没有帮助你很好的管理那个团队 就像我的话 我本身个性其实是 不会去要求别人要达成目标 或做到某件事情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 这样的管理风格 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位同事 你可能就是觉得说 不然你只有这样做就好了 但你没有去要求他 可能就不会做到你想要的样子 那你现在有在调整 就是我需要比较 要去追踪 然后要去盯大家的进度 那这个过程怎么不会被讨厌吗 我觉得会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 就是其实现在公司 大部分人都会嘲笑我 或是取笑我 就开会的时候都会呛我 对就是虽然我会叮你 但是呢 我会让你 你还是可以跟我开玩笑 或是 或是 或是骂我啊 或是反驳我 那如果是这样的形象 会不会有那种就是 带不动 我觉得就是把两个风格 就是要融合 但你什么时候要放出哪一个风格 你就要放出哪个风格 那像你呢 因为像我其实在创业之前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的个性是比较 比较没有组件 然后像我上台的时候 我就会狂走的那种人 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会需要做些调整 然后后来也会需要很常去上台做简报 就是从以前可能比较软 然后到你其实现在 你会需要主动站出来 所以本来是有点会 却场内向的个性 被逼的现在变得比较坚强的 对 就因为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人 然后我就会想像说 我自己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老板 或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很常听说要做自己 我觉得做自己 不是照着自己原本的个性去过过 而是照着你想要的自己的样子 去慢慢慢慢活成的样子 还是做自己 我自己也是一个本来个性是很内向 我小时候其实是被霸凌 很内向的个性之下 后来发现说 可能就是因为我内向的个性 所以就很容易被欺负 然后试着去改变 让自己外向一点之后 我就发现世界就开始慢慢变了 那你们这个事业 接下来有什么规划 目前的话就是强化我们跟国外的原厂 代理品牌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是没有 比如说跟实体通路合作的经验 我代理了一个品牌之后 我要怎么样去跟不同的通路下台 然后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品牌 它在国外可能很有名 但它在台湾还不有名的情况之下 我要怎么把它炒红炒起来 就像小鸡面一样 可能韩国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吗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玩的地方 你说创业的过程中 我们就一直在找方法 对然后从舞到有的过程 我觉得这算我们蛮喜欢做的 就是一点点的小成功 你就觉得很厉害就会觉得很开心 对对对 我觉得创业可能就会让人上瘾的点 因为创业之后赚大钱的真的很少 你就算要赚到那个少少少的钱 也是要做到人家没有开辟的那条路 那你们创业这样多年下来 压力肯定很大 那你们自己数捷压力的方法是 你是骂他吗 传来骂我 我们都会还是每天会保留时间 是让我们两个自己单独相处 例如说可能是看剧或什么的 然后像我觉得我们今年做的还不错 是我们会两个人就是先写下我们今年 跟五年内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 彼此分享 然后彼此看可不可以有点综合 就是让我们目标是一致的 像我从今年开始的话 我就希望我每年可以学一个新的运动 所以像我今年就是学拳击 对他其实会去上场比赛 被打一场绝对比赛 所以就是目标就是只要参加比赛就好 目标算赢啊 好啦我还没有想到你啊 我只希望你活着活着 真的我也只希望这件事 我这样今天跟你们聊下来的感觉是 感觉你们很乐观欸其实 我觉得好像要创业的人都要很乐观 对就比较不容易放弃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乐观的特质 就可以让他们夫妻俩一起创业 然后有这样的现在目前来想成绩了 那你们说现在目前还没有进韩国零食 那是不是觉得韩国零食难吃的部分 不是 应该说已经有蛮多厂商在做这件事情了 对所以我们是想说可以切入欧美这一块 那我们期待后续的外国零食嘴的发展 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感谢你们介绍新的零食给我吃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也多多支持我们的乖国零食嘴 大家拜拜 好想看你们两个小孩的照片 哦好 欸长得很可爱欸 很可爱 欸生小孩都会带财 怀孕的时候我们公司就常常多很多订单 哦那他比较粘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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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害羞 water 谢谢 下次来